長頭髮 有一位朋友剛剛問說長頭髮加上來台南 我現在是不是很熱 那跟他講說 其實還好沒有特別熱 因為這個頭髮呢 我是請一個社會企業 它叫做好剪裁 那它是雖然看起來很熱 但其實是打包鍋的 所以身上是並不熱 好 那我們這個即時問答 先這樣子我們就開始回答 最多人想要知道的 有19位朋友們問說 想要知道說台灣未來的外交的政治 要怎麼樣走 人民應該要怎麼樣子的心態 來看待自己的身份和認同 然後這位同學說 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我用rap的方式 也就是饒舌的方式 來回答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想跟各位講的是說 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稍微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用rap方式回答 不過rap呢大家都知道是要練的 要練到不講思索就可以唸出來 所以說呢 我想與其是用rap的 我不如來唸一首詩好了 在我剛入閣的時候 也有一個香港的記者 他姓屈 他也問過我一個相同的問題 就是台灣未來的方向是什麼 那在一年半之前 當時我是寫了一首詩 送給他當作一個回答 那所以我想這個當作開場 就先跟大家唸一下 這樣出去嗎 這樣出去嗎 沒有沒有 這真的沒有關係 真的不要勉強 好 那 我就直接唸一下 這首詩是這樣子的 他說 嗯 台灣的這個方向是什麼嗎 那 答案就是說 我覺得 四百萬年以來 在歐亞板塊 跟菲律賓的海板塊 在相互碰撞當中 台灣就是一直持續向上 仰望星空 那台灣的未來呢 也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地質學上面的一個回答 簡單來講 台灣在有人之前 就已經有了台灣 然後呢 在有人之後 台灣其實是不斷的向上 而且呢 也是向外 那這個呢 就讓我想到另外一首詩 這首詩呢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也是這邊學生會 曾經展覽過的一首詩 它是海上的人 這場展覽裡面的一首詩 那我就也念一下浩宁的詩文 他說 我們還海 但是不一定知道海啊 我們是自由的 但是想像是寸步難行 我們擁有最冒險的祖先 也經歷最慘烈的反覆的殖民 四百年魂惡轉眼至今 如果我們已經是自己的主人 能不能不要自求 讓海岸線不再是封鎖線 讓島上的人 重新成為海上的人 那這位朋友他想要問的 這個外交 在傳統上面 我們想的是 國家跟國家之間 主權跟主權之間 外交官跟外交官之間的外交 但是呢 我最近呢 因為常常出國 不管是用機器人 還是真人去出國 我見到的 年輕的外交官都跟我說 台灣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有實力的這個外交 他們現在給了他一個新的名字 在外交官自己之間有一個群組 他們把它叫做暖實力 就是Warm Power 如果在臉書上找一下的話 有一個社團 專門討論台灣的暖實力 那這個暖實力的意思就是說 誠然台灣如果作為一個主權的國家 在國際上當然也許受到一些打壓 但是呢在國際上面受到打壓的實體 不一定是國家 受到打壓的想法價值這些非常非常多 台灣呢是裡面最強大的一個 所以說呢我們既然知道被打壓的感覺 我們就可以透過我剛才講的那樣子 在碰撞當中尋求共識 找到相同的價值之後 找出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的這種方式去送暖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今年的外交的方針裡面 我們特別把我們在數位治理上面的一些貢獻 以及我們對於永續發展目標這樣子送暖的態度 寫進我們外交部的施政方針 所以在未來這樣子的暖實力 會越來越成為我們外交的這樣一個方向 能夠送暖的人 能夠走出去的人 那就像是四千年以前 一路到紐西蘭的這些一開始的 南道語系的朋友一樣 這樣子不像是我們之後 外交的一個可能的一個方向 有65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畢業生在畢業之後 面對的是一個世代不平衡的台灣 無論是現任政府或者前任政府的政策 都面臨著很大的爭議 那大家想要問說 年輕人應該如何面對如何看待它 而且呢在我這個身份裡面 也就是行政院政務委員 是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世代之間的不平衡 它當然從有文明以來 就已經通常是不太平衡的 我們在車上 我跟我的秘書黃子維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才剛從總統被黑客送回來 總統被黑客送得獎的五個隊伍裡面 就有三個是在做這方面的照顧服務的一些工作 也就是說世代之間確實相當不平衡 可是不一定是大家想的 只有好像是說社會的優勢的權利者 優勢的這個實力 不管是金錢還是民生 都有這個上個世代或上上個世代的朋友把持 事實上也有相當多的前輩 長輩們他們是在特別弱勢的這個狀況下 不管是獨居或者是我們現在在長期照顧上面 要照顧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在我們現在這個比較自由 有各位現在這個世代之前的那一個 比較社會上階級沒有辦法流動 大家比較沒有辦法跟國際連結的世代 權利他運作的方式是由上往下 是power over people 我們現在大家習慣的方式 像在slido這邊有一位朋友說 媽我在這裡 這位朋友呢 他運行權利的方式就是power with people 也就是說我現在要講什麼的權利 是跟大家所共享的 大家講的寫的字會變成我講出來的話 那這樣子的橫向的連結在人類的歷史上 是因為資通訊的工具的出現 所以才出現的 所以這種power with people 在各位的手上 所謂的micro power 所謂的維權利 包含有人問說 請問對成大大學店有什麼想法等等 這些就是掌握在大家手上的這種micro power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在以前 在只有power over people的時候 在世代之間的這種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就越來越不是很強勢 就是很弱勢的這個情況 也許在以前是難以去補救的 社會學都告訴我們複製階級的這個事實 但是各位手上的這個維權利 它第一次可以讓全世界 遭遇到相同情況的人組織起來 也能夠讓大家在掌握手上的這些維權利的時候 想到了任何一個社會創新的想法 就像我們今天總統被黑客送了一下 我們這邊解決的問題 忽然之間也許下個月 就到紐西蘭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樣子一種國際之間碰到相同社會情況朋友之間的 直接互助是一個新的情況 也就是藉由這樣power with people 我們才能夠翻轉power over people 有70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有關大陸的磁吸效應 那我假設這邊的大陸指的是中國大陸 而不是美洲或者是澳洲大陸 雖然也許他們也都有磁吸效應 磁吸效應從早期的經濟投資到現在 在教授、研究所學生、大學生乃至遠 還現在高速是拿來學測成技術 掉落知名大學排隊申請入學人才和教育 是一個國家也根本很喜歡 面對這樣嚴峻的情勢 想請問他政務委員的是 未來台灣的機會在那裡 而對於畢業生 我們能不能夠提供一些建議的方向跟指引 雖然說沒有rap 但是因為這個朋友問題太長 只要念這麼快 我想是這樣子的 這個有BLO開手嗎 我想是這樣 就像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不管是哪一個大陸 大家只要想要去 覺得說在那個地方 大家有更多的創新的這個空間 我想人才的外流並不是一個問題 真正有問題的是沒有對流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從 我就是進來行政院之後 把亞洲矽谷中間加了一個點 變成亞洲連結矽谷的那個連結那個點 想要說的事情 也就是說在以前 大家如果出去創業 出去加入某一個有趣的團隊 幾乎 認識的朋友們 好比上說是新加坡人 九成的幾率 就是大家就到最後 就在新加坡組成公司了 只有不到10%的幾率 是新加坡人跑來台灣這邊 來開公司 或者是來經營一個NGO 或之類的這些團體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對於大家出去之後 把一整隊人帶回來這件事情 在法規上面以前不夠友善 那隨著當然外國人才專法 產創條例 接下來的各種移民的政策的推出 這件事情忽然間之間 我們從僅次於日本的不友善 在今年成仅次於日本的友善 因為他們也交往過著變得非常友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希望說 大家如果要去任何大陸 那就去啊 然後去的時候 帶著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在衝突之中找到共識 逐漸向上仰望星空的這樣一種態度 認識新的朋友 然後當你有了一個創新的一個innovation 其實創新它只是社會改變的可能1%而已 99%是創新的擴散 創新的replication 當你到達replication的時候 歡迎整團整團的人帶回台灣來 那這件事情呢 不管是杜一錦老師 或者是其他最近回來創業的老師們 都告訴我們說 台灣現在的環境已經變成 它可以把它之前累積的人脈 整團整團的搬回來 所以不管你的創新是要在台灣發生 還是在別的地方發生 我想這樣子人才的對流 跟思想的對流 是我們所樂意看到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就只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有43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未來是AI的事態 要如何準備 要如何把握 AI這樣子所謂的人工智慧 相信是各位 尤其是如果是念工學院的朋友們 最近一定會做到的一個題目 那大家越做這個題目就越發現說 其實人跟人之間 需要獨特的生命經驗的部分 是AI所不能取代的 我們目前也看不到任何可能被取代的可能性 什麼叫獨特的生命經驗呢 就是兩個不同的人來做 會有兩個不同的結果 那如果有一件事情 兩個不同的人來做 會有同樣的結果 那這件事情就是叫做融事 就是我們在資訊科學裡叫Trivial 那這樣子Trivial 這樣融的事情 當然越來越會被自動化 但是隨著這樣子的事情被自動化 需要每個人不同生命經驗的部分 這個事情它就會越來越珍貴 所以呢我想 如果最後想給大家一個想法的話 那就是個人的競爭力這件事情 很可能在可見的未來 可能未來兩三年 可能會越來越不重要 乃至於完全消失掉 如果有任何老師們 想要你培養個人的競爭力的話 希望大家能夠多想一想 為什麼呢 因為個人的競爭力 是在一個已經規定好的跑道上 之前講的Power Over People 各種各樣不同的 可能全力運作的跑道上面 你做得比別人快一點 你比別人稍微省一點 coast down之類的這樣子的方式 可是再厲害的技能 在固定的跑道上面 相同的輸入相同的輸出 這樣子的工具人士的技能 絕對很快會被人型工具所取代 所以唯一不會被取代的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轉個身 然後找到自己跑的方向 跟所有人都跑在不同的跑道上面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就贏在起跑點 而且沒有人跟你跑一樣的方向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跟你能夠去組隊打怪的 這種各種各樣不同的專長的朋友們 就會開始出現 溝通 共好 共好就是不要把別人當作工具 是把別人當作 他也有他的價值 我也有我的價值 創造彼此的價值 這樣子的能力 這樣子的素養 就會變成越來越重要 透過這樣的素養 大家就可以組成合作社 或者組成NPO 或者組成公司 或組成任何情況的 Micro Power 為組織的這種形式 這樣子的形式出現之後 這樣子的實體 也許會有競爭力 他也許是在國際上面 會開始去談競爭力 但是他絕對不是人跟人之間 個人跟個人之間的比較跟競爭 所以我想最後想要送給大家 就是在個人跟個人之間 在未來只有協同合作 在人跟AI之間 在未來也只會是協同合作 但是人跟人之間是沒有競爭的 是協同合作之後組成的團隊 那樣子才有競爭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